7月16日,晨继9年的黑豹乐队在今为全新专辑《我们是谁》举办首唱会 以新阵容正式跟歌迷和媒体见面 而这意味着黑豹乐队完成了涅槃回归 去年刚刚加入的新主唱张启 是乐队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酷似牧村拓载的他,为这支老牌乐队注入了新鲜的火力和理念 他的表现让几笔老成员是赞不绝口 张启他虽然是黑豹乐队的一个新成员 但是他在这个音乐圈子里摸爬滚打了N多年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乐力 他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 他也搞创作,也是一个原创型的音乐人 只是现在我们是刚刚在一起 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火花 就是包括他的吉他,包括他的创作能力 都会逐步地在下面的作品中展现 陈军26年的黑豹乐队 是中国摇滚乐圈的领军人物 从最早的主唱豆韦 到继任者鸾树 都备受怨迷追捧 而不久前 黑豹曾经的主唱秦勇 也发行了新专辑《我们这一代》 于是两者之间的比较 自然也在所难免 他在发,我听过啊 他创作的歌他当然可以唱 有一些他自己的词曲的作品 他当然可以唱 不会吧 黑豹一队就是黑豹一队 还不担心对比 这些年对比还少 一直在对比 而且我们一直处于下落 顾虑乐北京报道